欢迎收听中文湖海财经网站7月11日的收市广播 昨晚联储局主席白维尔出席了国会的作证 表示有需要的时候联储局在准备出手 令到7月底减息的预期也相当肯定 所以令到三大股市曾经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也带动到今天港股的表现 行指来说今天最多是升378点 收市来说升少了 升227点至28,432点 成交方面也不是很多 只有670多亿 上升股份有870只 下跌有710只 先看看A股的表现 上证指数方面 A股也是一般般 上证指数来说升了2点至2917点 成交方面也只有3400亿元人民币 留意一下 如果我们英雄证券闪电交易平台的选股系统来说 今天来说出现了一个埋出的讯号 短线要省小一点 不要这么快就冲进去 因为根据过去经验来说 出现了埋出的讯号 不会这么快就立刻掉头 改变了 这样的 那就要留意一下 那个 就是未来的情况 那就是 今天来说呢 就是 这个市虽然是升了 但是呢 就是个别的板块呢 就是 蓝筹股方面 又不是说十分之变动很大的 反而个别的股份来说 都继续做好了 那我们看看 昨天已经升了不少的一些物业管理股 今天来说 仍然继续有进涨 那 碧桧原服务 升了1.4% 那就59元 那另外来说 就是2168 街少业物业力 也都是继续升了4.8% 那就是3319 那就是雅新户来说 升得更厉害 升了10% 那么多 那就是 就是 奥元健康 也升了5.8% 那就看到了 恒指来说就是 就是 就是 上升 但是呢 那些重磅股来说 就变动 今天来说就是 不算是突出 那除了一些 是本地的 这个 就是 地产股 那因为就是 减息的预期 令到市场也是衷敬 就是利好地产股 那看到恒基 升了1.6% 那另外来说 新地呢 是升了2.2% 那 那 新世界 也都是升了1.6% 那就是 那就是 昨晚来说呢 就是 除了联储局 主席说话之外 那也都是公布了 这个 是石油的 就是 原有库存 那就是 大幅少个市场的预期 那所以呢 就刺激了一些 就是石油股 今天来说 做好一点 那三通油方面 这边呢 就中石油升了2% 下部 4.29 那另外呢 386 那就是 那就是 中国石块也升了1.7% 下部 5.19 那就是883 那也都是 升了2.4% 下部 13.46 那就 那 最後 那就是 减息预期 就 啊 继续是升温 那那就是 这 那黄金来说呢 就 那价格来说 重升1400元的水平 那现在是 是差不多 1420元左右 那所以来说 今天这些金矿股 呢 曾经早段是急升 up 那一阵 那收市来说 升少了 那再回来 那看表现先 那招金来说 升了1.9% 那 299 那 这 这个是 紫金也是升了1% 再看看山东黄金 今天来说升了2% 留意如果黄金是继续上去的话 其实对于金矿股来说 仍然是有利好的作用 因为联储局主席今晚仍然会继续发言 相信跟昨晚的言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分别 没理由昨天放假,今天是放英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究竟他说完之后 市场如何反应呢? 或者会否吸引人去炒作美元去 美元下跌,从而令到黄金上升 这方面是短期的焦点在这里 虽然股市今天是上升 但是看到成交就不配合得到 恒指来说成交都是较薄弱 只有600多亿 其实连800亿都上不了 其实上个走势来说 都是受制于绿色线 有8000线28630点这个位置 如果出不了这个位置的话 暂时来说都没有什么好看头 所以来说今天呢 要看回港股要进一步再上升 相信是要有一个 美元要再比较大的下滑 令到资金 流入本港的市场才行 暂时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你拗认识到这边 为什么可以评论